國外買家透過螢幕 和國內廠商商洽採購 因應疫情 新北國際採購媒合會 首次以視訊的方式舉辦 鎖定防疫產品及健康產業為主軸 從防疫產品 健康促進跟保健 智慧醫療 智慧 居家照護 都可以讓所有外國的廠商 可以來採購 西北市連續七年舉辦國際採購會 至今已經舉辦了28場 促成超過6000次的洽談 更帶動超過台幣840億元的商機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採用視訊的方式 來跟11個國家40家的廠商來連線 國際採購會為期兩天 邀集多國買家 與國內上百家業者商洽交流 預計將促成240場次的洽談 帶動3億元的商機 協助業者掌握疫後經濟發展趨勢 記者林俊鋒 晚安寧 新北市報導 十分之一的規模 學歷史平均